算蒸南瓜的做法 记得我小时候 爸妈做南瓜都喜欢做南瓜饭 或者南瓜绿豆汤 无论是南瓜饭还是南瓜汤 都透着一股清甜 家人倒是很喜欢波浪符波浪符不过 我例外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 我一看见南瓜饭 南瓜汤就头疼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 所以小时候 我是一点都不喜欢南瓜的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 现在却不一样 饭料波浪符波浪符刚开始是为料注重营养均衡 逼迫自己喜欢南瓜波浪符波浪符 以便一片地尝试用南瓜 入菜 发现南瓜其实还蛮好吃的波浪符波浪符 尤其是这道蒜 蒸南瓜波浪符波浪符 是我最爱的吃法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调料炒的 香香的 再铺在南瓜上 上锅蒸波浪符波浪符做法简单 烹饪方式营养波浪符波浪符 无论你是悠闲还是忙碌 无论你是加班还是不加班 波浪符波浪符 晚饭我觉得还是 应该吃清淡点 尽量多吃蔬菜 波浪符波浪符 而烹饪方式最好也是用蒸 得波浪符波浪符蒸的 生抽一小勺 一备好食材 南瓜 姜片 大蒜 小葱 泡椒 二南瓜去皮后 洗净切片 厚度大概一厘米左右 将切好的南瓜铺在碟子 里 三姜片 大蒜 小葱 泡椒剁碎 再准备两个泡椒切圈 一颗小葱切葱花 四炒锅烧热 导入适量植物油 五放入姜 葱 蒜 泡椒末炒香 六调入适量盐 七再调入适量生抽 八调入少许清水煮开 九将炒好的调料铺在南瓜上 十将碟子放入蒸锅里 冷水上锅 水烧开后再蒸八分钟左右 十一蒸好的南瓜取出 撒上泡椒圈 葱花即可